本師釋迦摩尼佛 無上聖身為妙拔 百千萬解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 各位大家阿彌陀佛 我們看課本二百零四頁 講到三聖共法的戒 三聖共法它基本上就是 身文庇之佛跟菩薩三聖共通的 這個戒主要是比丘比丘尼戒 叫聚足戒 我們前面說過 有莎咪莎咪尼戒 有施叉摩尼尼戒 它說到 我們看二百零四頁 極重戒有施 隱形不隱全 殺人大妄女 或施殺人性 那在聚足戒裡面 主要是 我們叫做波羅儀 這個是重罪 這個是斷頭罪 這個是最重的罪 叫做斷頭罪 犯了這個斷頭罪 基本上 你就斷絲殺人 就是你 你不再具有 比丘比丘你的資格 而且你這一身 不可能得解脫 這是波羅儀 波羅儀在底下 就叫做生殘 生邪脫絲殺 那麼這個是 叫做生殘 生殘 這個如果是斷頭的話 這個就類似像 斷手斷腳丫 但是還可以活 斷頭就不能活 佛法大海 不肅死絲 就是說 你只要犯了波羅儀 波羅儀最主要是殺到人物 你只要犯了波羅儀 你就不具有殺人的資格 所以佛法大海不肅死絲 佛法很寬廣 容納一切的人 但是你只要犯了事中間 你就不在佛法 進救度的範圍裡面 就是說這一身 有一點像 海那麼大 那是人死了 它就會飄啊飄啊 然後飄到外面去 飄到那個海邊去 那另外一個就是噴錢 這個生錢活絲殺 這個是生產 這個是直撞椎 就腳到這裡 那還有一個就是 所謂的波異體 那波異體是舵椎 那意思是舵 這個舵裡面還有單舵跟舌舵 那如果是 這個叫做單舵 單舵就是 你犯了這個椎 你跟你要倡為 倡為後就好 那另外 有一個舵舵 舵舵就是 尼撒奇歐一族 這個是舵舵 舵舵就是說 你犯了這個舵罪 就是你如果不懺悔 你要舵舵舵 你犯了這個舵罪 那麼 他 這個跟你的一啦 波啦 比如說他只能三一 結果你卻給人家 多拿了兩件 然後人家只能 只能這個 這個波 只能拿一個 有些人家拿兩個 那你只能拿這樣的波 你卻給人家拿那樣的波 那你犯了這個罪要怎麼樣 你要把你這些不當的 不應該得的這一些 一啦波啦 要先捨出來 然後再去唱罪 就好像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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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不應該哪個東西 藏了不應該藏的東西 那麼這些東西要先交出來 先捨 然後再去唱這個罪 捨過 這個是尼薩奇玻璃 另外 這個 波羅椅 波羅椅這個是最重的 然後再申解博士沙 然後再玻璃璃 玻璃璃裡面也有所謂的 單舵跟舌舵的尼薩奇玻璃璃 另外還有一個波羅提提舌泥 波羅提提舌泥就是可喝法 就是你可喝法或是像瓶魂 意思就是說你犯了這個 你必須要向那個人唱會 或是你會被喝酒 舉例來講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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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受供養 那這個是你的信徒 供養你的 但是因為 你跟他打拳比較好 所以這個信徒 一群人 比如說 這五個人 比如說我五個人 一起去給他請 今天他供養 供養然後請五個比丘去 那因為他是認識我的 那其他的人他比較不熟 所以他特別都把好吃的都加給我 那其他的比丘看到了 他當然心裡面就不舒服啊 然後他就會 那這樣 你應該要上這些比丘 你犯可惡法 你要上這些比丘唱會 因為大家都平等的 那你去的 你吃的比較好 我們都是發一顆拔辣 你就發一顆蘋果 那其他的人心裡面就會 就是說 這樣就是 你必須要像這個人唱會 像這一些比丘唱會 那就是 你這個是波羅提神 另外一個 就是 比較輕的罪叫突擊樓 突擊樓 就是這個比較輕的罪 那 突擊樓有時候翻說 惡作惡說 就是行為啦 原理上 他有一些不微影 比如說衣服沒有穿好 走路沒有走好 一邊走一邊跳 但是這個溫影不好的 那個基本上 比較輕的罪就是突擊樓 那 比如說像這一些 你罵人啊 你打人啊 罵比丘打比丘 這個就破衣服 那再重一點的就是身材 那懺悔的不太一樣 大概 大概主要裡面 比丘比丘明界 兩百多條 三百多條 那麼主要是這 所謂的五大類 那還有一種就是不定法 不定法就是 有時候是 還沒有決定是 就是說 你還不知道到底是 這個人這樣犯 到底是犯這一點 要犯哪一點 要問他才知道 那基本上是 主要是這五個 突擊樓 那這裡先講 好 老師這裡只有先講這個 先講這個 騎中間 然後後面就是 輕貨中 那大概是這樣 這波羅儀 然後 生前博士山 就是 身材 叫做身材 然後波玉庭 然後 波羅提提審 還有突擊樓 那 這個是五個 好 一般來 他說 在巨竹界中 比丘界 兩百五四條 其中 擊中的界 有四條 那牛重有八條 擊中界 是絕對不可犯的 犯了如樹木 結了根一樣 如人 斷了頭一樣 也像作戰的失敗投降 為他方取得 完全的勝利一樣 那 犯了極重的界 在身材中可說死了 斷頭絕 頭斷了就不能活了 手腳斷了還可以活 那麼 四重界是第一個 嚴慾 這是絕對禁止的 無論過去曾有過夫妻關係 過著人與畜生發生性情緩和 就是極短的時間也是犯重 就是 不可以有男跟女跟接觸 男的跟男的也一樣 男的跟女的也一樣 人跟畜生也一樣 只要 只要你有犯 那麼 基本上 就算你懺悔 你也不再具有比丘比丘你的身份 那如果你犯了 你還沒有捨戒 或是你還穿上 比丘比丘你的衣服 那個叫做賊住 像賊一樣的住在身旁裡面 那這個是 仲介裡面 比較多人會犯 就是贏見 那我們有時候看報紙 也常常會看到 有這一個的新聞 那很多 很多即使是犯了之後 比如說他有時候 有些人被關 關了出來之後 他同樣衣服又穿上 又開始 又開始一樣 那麼這一些 這一些其實是 大概 在明清之後 有時候有一些 有常見的 甚至有一些 有一些人還娶太太的 那日本他們有太太 那個是因為 他們沒有受比丘奸 他們其實沒有受比丘奸 日本有太太的是 因為他們沒有受比丘奸 那中國的有些是受了比丘奸 他有些 有些還有娶妻生子 就是在明清那些 所以有一些他把他叫做虎宅生 他是出家人 但是他又在家 好像在家一樣 又有太太又有小孩 所以有時候把這一類叫做虎宅生 這個中國大陸現在還是有這一類的 那早期是因為 中國大陸早期有這個是因為 他平革之後 那麼很多人 很多人被破還屬 他已經娶妻生子了 那忽然間改革開放之後 寺廟需要人 又把這些人找回來 可是這些人已經有太太有小孩了 但是試驗室要人 所以又穿上加紗 又把這個衣服穿上 都變成富家人 頭髮貼的就是富家人 又送肩 幫人家消災 有這一種的 現在因為有一些人 比如說他認為 去台灣也有 台灣也有 但不那麼多 有一些他 他平常出去送肩 然後做花會 然後晚了衣服換下來 又回家了 也有這些人 但有一些是 他沒有正式結婚 但是他還是有 就是說 沒有明目的太太 就是有女朋友來的這些 有些人 但是實際上他只要 他只要犯人 他只要犯人 他就不再具有出家人身分 不管他 就是他即使穿著衣服 他也不是出家人 不管他有受限 沒有受限 但是一般是有受限才有犯 但是你沒有 有些是沒有受限 但是他也穿出家人的衣服 那這樣 基本上 他雖然不是犯的比丘戒 但是他這樣也是有很大的故事 叫做偽造沙門 就是他假裝就出家人 這樣其實也是很糟糕的 佛教界基本上這一類 四大罪裡面大概就是贏的比較多 那西藏的話這一部分更麻煩 因為他們有所謂的雙修法 尤其早期 宏教就是因為這一部分 他有所謂的各個教派不一樣 那這一類蠻亂的 所以後來才有中二八的改革 強調戒律 強調這一些修行的 他不如有這個實際上的這個性行為 那 因為他們有所謂的 所謂的雙修 那這個雙修是男女雙修 那 這個其實就會敗壞佛教 但是他們是變成是正當的 那其實這個並不是佛法裡面 佛法裡面如果有雙修 他就是定位雙修 卑制雙修 沒有什麼男女雙修 也沒有佛道雙修的 現在還有所謂佛道雙修 其實沒有佛道雙修 也沒有男女雙修 他就是定位雙修 卑制雙修 其實就是這樣而已 好 那我們等一下看 所以他只要犯了這個重見 他基本上 那就是斷頭罪 就是你就不再具有出家身份 那不管是人跟人 人跟畜生 跟畜生人一樣 那不管是懶得跟懶得 女的跟女的都一樣 那他說佛法 並非理學家那樣的壯士 就是疲弱的徵兆 主要是因為 因為五義 五義是仗道法 那麼他會障礙你修道 還有一個就是 那是仗道是障礙 障礙你自己趨向解脫 但是他還會妨礙 你生團的親近 那會讓人家 親為 那麼這個身團 那已經學佛的人 那麼 會對佛法褪失信心 沒有學佛的人 都開始不斷佛法 你看一旦報紙報出來 那麼誰怎麼樣 那開始 那些異教徒 那些沒有學佛的就開始雞翅 你看你們佛教 你看你們的師父 那佛教徒基本上 那面對這樣他也很難過 他也不知道怎麼講 那有些就會退心 那麼這一類基本上會 第一個 你妨礙你自己修道 第二個 你會障礙別人修道 他主要有這樣的過失 那這個其實就是比較 比較嚴重的行為 那所以他講 那麼主要是你的慾望 那麼所以他說 有這樣的一個慾望的心 那麼所謂產生 產生葬道的意思 假設 假設你是被強迫 就是你不是意願的 那麼你被強迫的 其實有這種性行為 他也不換心 因為他不是你意願的 你心裡面不願意跟他這樣 但是你被逼的 或是你被下藥的 或怎麼樣的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麼你是不換的 其實這樣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不予取 不予取就是切道 主要是財務 就是錢財啦 還是一些東西 比較珍貴的東西 那麼什麼叫不予取的 就是沒有經過人家同意 他沒有要給你 他沒有要給你 但是你用種種的手段 那種種的手段 還有幾個就是 你用偷的 用搶的 用騙的 甚至用借的 但是借了之後不還 那麼一樣是偷到 你本來說要還的 後來你不還 那麼這個就前面是接 實際上是騙的 那所以 基本上 這個叫做額賴取 就是你跟人家 你實際上一開始你就不想玩了 那你為了怕人家不給你 所以你就用騙的 說你多久會還 那實際上你沒有還 那這個都叫做不予取 那不予取 我們等一下看 他說存著竊取的心而取 無論用什麼手段 就用偷的 用騙的 用搶的 用戒的都一樣 不過極重戒是有條件的 比如說第一條不迎見 那麼重就是你有男跟跟女跟接觸 那麼這個就重 而且都是你意願的 那偷告呢 它基本上是 依佛的製度 竊取五錢以上就是犯重 那這一條其實在現在就有一點點 在古代就有爭議了 那到底什麼樣 因為犯了就要省罪 你到底是犯輕罪重罪 輕罪跟重罪 就是處罰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在佛陀時代 那就是事前跟無前 事前是什麼處理 就是你犯了然後你是幾年以上 幾年以下 或是死罪或是無期徒刑 它基本上是有一個界限的 那在佛陀時代基本上就是無前 五錢以上就重罪 五錢以下就不是重罪 那五錢到底是多少錢呢 你是不是要用換算的呢 匯率換算的呢 不是 我們來看 他說這五錢 古今中外的壁字不一樣 而且那個年代也不一樣 你這個三十年前的一百萬 跟三十年後的一百萬 都是一百萬 都是這一百萬的價值不一樣 三十年前的一百萬可以買兩棟房子 現在的一百萬 三十年後的一百萬都買不到一間 一間小房子 就不一樣了 所以佛為什麼這樣賜呢 所以就要講到世界的原因 那因為當時 摩截陀國 當時主要兩個 主要的兩個國家 就是王舍城的摩截陀國 跟舍衛城的喬撒爾國 那竊取五錢以下的以上的 就宣判死刑 那五錢到底是多少呢 那應該是五錢還蠻多的吧 五錢就判 他基本上就判死刑 所以就是判重罪 那如果 那如果在沒有死刑的國家呢 那他不管怎麼偷怎麼搶怎麼騙 都不會犯重罪 不是他不是這樣子 那一個國家制定最嚴重的戒 這一條都是你會 你雖然不判死刑 但是你會判無期讀刑 三十年以上有期讀刑 這個是最重的罪 那麼這樣的話 因為有些國家沒有死刑 那沒有死刑 那你說那我在這個國家 我就永遠 我不管偷多少錢 我都不會犯重罪 不是這樣子的 是以那個國家所制定的 比較重的 叫做重罪 一般來講十年以上 我看就是重了 或是三十年以上 二十年以上 如果判掉的就是重罪 那你犯了這個重罪 所以基本上你就死 你就直接給 你就 因為他摩羯鬥狗 是五錢以上就判死刑 那我們這個國家啊 你說一般的國家 很少都會偷到判死刑 很少 你偷了幾十億都不會判死刑 除非是捷火搶劫又三人 有殺死人家 那有些國家沒有死刑 那有些國家沒有死刑 所以通常都是以看重罪 犯了那個國家的重罪 那這一條有沒有人犯呢 其實也有 那跟這個 跟這個營界比起來 這一條比較沒那麼多 但是還是有 就盜罪 那比如說 有一些出家人 就是 清純常住的錢 比如說 常住的錢他在管 這個報紙又報了 常住的錢他在管 管一管管一管 他把常住的錢 當作自己的錢 拿去投資生意啊 拿去給他哥哥啊 給他爸爸啊 然後做生意啊 然後虧損掉 或是他兄弟姐妹做生意 這個需要錢周轉 他把常住的錢給他周轉 他結果虧掉損掉 常住後來發現沒有錢 就告他 或是他侵占常住的錢 這個也有 那報紙偶爾也看得到 那麼這些人也會被關 其實監獄裡面也關很多書家人 也是有關 中國大陸關更多 中國大陸關在東北上 有一些是真是破壞 那麼這個照理來說 就是如果他判的比較重一點 那麼基本上就是判中間 如果沒有的話 基本上還是判中間 那有一些也沒有被發現 他是只要超過多少錢以上 如果被發現會判的 那有一些 比如說 竊損常住的錢 我們說虧空這個 或是你虧空你公司的錢 有些人是這樣的 做會計啊 就無鬼搬運啊 把這個錢轉掉 有些人也沒有被發現 那沒有被發現 那就沒有罪嗎 還是有 還是有 那我們說的現在是所謂的 以聚族界 所以如果他有就是出家中 出家中如果他 他會 他比較會放不於取的 種 基本上就是 那麼大部分都是 跟常住的財務有關 就是盜損常住 另外還有一些他也會騙其他 稀動的錢 也有 譬如說要運金 結果錢收一收 也沒有去運金 就自己拿去給我們買房子 這個其實 這個也不會犯罪 因為如果沒有人去取發他 或告他的話 也不會犯罪 但是從戒律裡面來講 依然是 依然是犯的 但是 這部分就比較難判定 到底是 有沒有輕罪 或是重罪 但是大部分來說 如果你金額蠻大的話 而且 你傷害很多人的話 基本上這一條 就可能是會是重罪 還是有的 所以他這裡講 佛參照當時的國法 制定道股前 你上次就犯重罪 那你只要犯了 你就不去 就跟他理解一樣 你就不去出家裡的性 這個身分 你就一定要 強制 強制還損 那其實強制也沒有說 強制其實他也沒有法令說 你一定要把你加沙抽掉 他就是 告訴他 你不再去 大家不再跟他在一起 我們一般叫做病 莫病 滅病 一般叫做病 病出 病 基本上就是驅出生款 那 那 如果他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 生款是有一個力量的 那比如說像在台灣 你要 這裡不給他 他去其他地方 他自己來房子住 他又不一定要做事業 他一樣是這樣 那你也沒辦法 因為法律上 你有規定他 這種衣服不能穿 就隨便衣服不能穿 但是 沒有規定 他喜歡穿這樣 就穿這樣 那他喜歡聽頭 他就衣服到處走 你也不能 你也不能說他的罪 這個就比較麻煩 那在佛陀時代 基本上 國王或復保 那 借律不能這個 這個法律 會 法律會來幫 會來 會來刺他 就泰國也是這樣 泰國 出家人犯了借的話 他們有宗教廳 這個宗教廳 會出手的 就是 會把這個出家人抓來 先抽掉他的家傷 然後 再依法律來辦他 這個是 但是 但是如果你不是 除非你是佛教國家 那你像 台灣 你出家人犯了借 他管你 那 一般人也 不太管 那 很多都已經不去 很多都已經不去 很多都已經不去這個 就是有一些來 不是很多來 有一些已經不去這個 這個 出家的身份 但是 過幾年他又 他 過他去做好會 那你也沒辦法 那這個是 這個是道戒 道戒 他說 依當時當地的法律 凡因判死刑的就犯眾 應該是合與佛與 所以這一條戒到底 是不是仲戒 就從這裡分 但是 如果真的要判死刑 那你因為偷盜 判死刑 其實就比較少 非常非常少 沒有 那你如果說 你侵占這個寺院 不管多少錢 你把這個寺院賣 你錢拿去吃喝完 其實也不會判死刑 好 那第三個殺生 就 贏到殺 那殺生 擊中戒指殺人 殺生 其實所有的眾生都是殺生 你殺蚂蚁也是殺生 那你殺人也是殺生 但是這裡指的是 就人而言 那一樣是 他說 這個包括自己下手 或派人去殺 自殺 自殺 自殺不是殺自己 是自己去殺這個人 或是請人家去殺 用錢請人家 或叫說別人去殺 這個叫做自殺 叫他殺 那麼 這個都是殺生罪 包括什麼 墮胎 那麼這個也是殺生罪 好 這個是就出家人來說的 要殺生裡面也有分 一樣是 但是你只要殺人 你起殺生 你殺的是人 那個人也被你殺死 那這樣你就犯眾罪 那有沒有這個的人 有 那比較少 有比較少 以前有一個事業就這樣 那個當家 那個當家跟那個注重不合 那個當家就管那個注重 那個注重不服管家 結果口角起來 兩個人打架 一個人就把一個人打死 那這樣來講 出家人打死出家人 不管你打的是不是出家人 死的是不是出家人 你只要死的是人 那麼他就犯眾罪 那照理講 如果他去 他會去監獄服刑 那監獄服刑出來之後 他就不能再出家了 他不能再出家了 如果你犯了重罪 你就不能 你就不能再出家了 如果你沒有犯重罪 你還可以出家 南奏有七次 那女眾只有一次而已 那你說不公平 那女眾為什麼只有一次 因為以前女眾出家後 完熟要再出家 他就有 因為女眾有大肚子的問題 所以會比較 比較他 會比較有這方面的問題 那 這裡講到 包括墮胎 就是你叫人家去墮胎 他也去墮胎了 那個嬰兒被殺死了 這個嬰兒還沒出生 但他在肚子裡面 他也是人 他也是人 他還沒出生 他一樣具有人的 這樣的一個性命 那你把他殺死了 這個是就比丘界 比丘年界來講 或是你叫他去墮胎 這樣也犯 也犯 那所以 他說這五屆十屆中 也是一樣性子 第四個大妄 大妄 大妄於 現在這個社會來說 這個是我們說不修不修明 那麼也是有的 那不是說 常常說自己 建國啦 建光啦 自己正出國啦 惡國啦 正出地惡地啦 自己受到佛的受祭啦 一大堆啦 那麼這一些 或是自己已經正得解脫了啦 已經見到五運無我了啦 那麼這一些 很多都是騙的 不是真的 所以妄於中 大妄於 大妄於 一般小妄於多 那小妄於 倡迴就好了 大妄於 這些重罪叫做不通倡迴 就是你倡迴也沒有用 就是說 不是說沒有用 而是說 你還是要倡迴 但是雖然倡迴了 你沒有辦法 維護 維護 維護比丘比丘你的身份 就是你只要犯了就是斷頭 你沒有辦法說 我懺悔後 你說我今天 我今天犯了波玉婷 那我懺悔之後 我衣服還可以穿起來 就是說 你只要懺悔你就先進來 可是你犯了波落影 他那是四條縱線 你懺悔 你還是要懺悔 但是懺悔之後 你就不能再做 你就不能再做比丘比丘你啦 就沒有辦法不可以啦 所以他叫做破施殺人性 那道忘語 沒有正物 而自稱正物 這個叫為正言正 沒有神通 至所有神通 就騙了 為什麼這個會命中 叫做霍亂眾生 有些是寫這叫霍亂眾生 那這個其實也有 那有一些是 有一些是他 他以為有 但實際上沒有 那這個就沒有犯 就是說 他以為有 那個是他的妄想 想出來的 但是他認為有 他沒有要騙你 那麼 他以為有正果 他其實沒有 那這個就不犯 他還是有過失 但沒有犯 沒有犯大妄 但是你自己明明知道 你明明知道你自己沒有正 你卻騙人家說你沒有正 那麼這個你就犯大妄 那如果你自己以為有 但實際上你沒有 那個叫做真上漫 那真上漫 基本上就沒有犯 但是還是有過失 但他沒有犯大妄 因為他以為有 那實際上是沒有 那這個是沒有正物 自稱正物 沒有神通 自說神通 莫是妄說見神見鬼 誘惑信眾 你叫禍亂眾生 或者互相標版 是解釋生 意思就是說 他沒有說自己有 但是他們 他的他的徒弟 適應他徒弟跟他講 我師父 已經正得證明什麼了 我師父已經是起地的補財 我師父昨天 有天人來供應他 他徒弟在那邊 邀綁他師父 可是他師父聽到了 只是笑一笑 也沒有說好對 也沒有說不對 也沒有自己 那就是好像是 給人家感覺好像是 雖然他自己沒有講 但是這樣也算了 你雖然沒有講 但是你的態度就很曖昧 就會讓人家誤以為是真的 這個也是告忘明 所以互相標榜思寫是正 你說我正出國 我說你正惡國 我沒有說我自己正 但是我說你正 你說我正 那這樣也是 那還是告忘明 實際上你就是這個心 那這個其實 這一種最多的 這一種在我們現在的佛教 那眾生喜歡聽這個 眾生喜歡聽這個 那 所以故意地表示神秘 使人發生神聖的幻覺 也就是說裝神弄鬼 裝魔作樣 那這種最多 這都是破壞佛教正法 佛法很多人盲目 沒有智慧 那聽到這個一窩蜂 就跟著來 那所以 這個很容易破亂眾生 破亂正法 就把佛教滾搖掉 比如說廟禪說他是佛 那很多人是 現在還有很多人 自稱是 什麼弘弥大師再來的 還有釋迦牟尼佛再來的 什麼真的是 這什麼指揮人都有 他講弥勒佛再來的最多 因為弥勒佛說下一次成佛 從大概明朝以後 就很多人都假見是弥勒佛再來 那西方人最多講的就是耶穌再來 反正就是天下之下 非常的多 那真些 如果你是出家中 那你就犯眾見 那你說在家中就沒有犯嗎 他也犯 但是他不是犯 你就不就你見 他犯的是另外的 一樣是大萬能 一樣有過失 就諧之諧見 好 所以 他說 這個都是破壞佛教正法 毫無修學的承認 最嚴重的惡行 那只要犯了這四條 基本上 就會被病出 病出身頭 你就不能再身頭 因為佛教以前是一個身頭 你如果被病出身頭 你在捨慧國沒有人接那裡 你知道你跑到王舍城也沒有人接那裡 你跑到屁捨你一樣沒有人接那裡 你跑到居師那一樣沒有人接那裡 然後 佛教沒有 佛教其實是很多的身頭 那 像天主教他還是一個身頭 他全部不管你是南非的 美國的 英國的 全部都有一個 全部的一個核心就是 泛土甘 就是天主教 那麼 他這些都是各地的天主教 那佛教 你如果已經被天主教逐出了 你在各地的天主教位 你就是不能入居主的 那佛教因為 佛命後就分到很多的身頭 你佛光山身頭 你住不住到佛土甘身頭 他們也許也收了 但是如果你已經被規定是 規定是這個凡事眾戒的 那基本上有的不知道 因為佛光山 假設我們只是舉例喔 我們不是說真的佛光山有什麼 就是說佛光山 假設佛光山裡面的人 犯了重罪被逐出身頭 可是 法谷山的怎麼會知道呢 他不知道啊 那這個人又跑去法谷山 出家 或是沒有出家 直接去 直接去那邊 他們沒有知道 因為佛光山 跟法谷山沒有通啊 他們沒有說 我馬上禀報各個身團 我這裡驅逐了哪些人 沒有啊 所以 一般 我在這裡被驅逐 我去驅到另外一個身團 人家也不知道 那所以就會有這種故病 所以就會 這邊又住 這邊又住 這個人 即使 即使 很多人知道 但是還有一些人不知道啊 甚至有一些人就是 在台灣出了事 跑到泰國去 在泰國出了事 跑到泰國去 那他一樣這樣啊 那誰知道 但是在佛陀時代 就沒有這樣子啊 因為他各個身團 他是有 他就是一個身團 大家 因為佛陀在這裡 吃了些誰 誰怎麼樣的 他們通命是要去 基本上沒有人願意收他 沒有人 沒有人 就是佛規定 這個人 這個人 那麼 不能再接受他 那麼他就 所以叫做莫病 就是 不會再讓他參加結膜 然後參加生團 不會 那生團也不會讓他住 那在家人如果 過失很重的話 也一樣 生團會規定 任何的生團 任何的出家人 都不可以接受這個人的供應 叫做復波結膜 任何人都不能接受這個人的供應 因為這個人對生團 極不公信 在外面毀搭生團 所以如果他要供應 不能接受他的供應 在家嚴重有一點 有復波結膜 他基本上有兩個 結膜也可以這麼寫 就是 生團會規定 有兩種人 有兩種人 出家人 不可以接受他的供應 一種是惡性的 這個 他毀謹生團 而且他沒有公信心 那麼 屢勸不敢 那 他一旦 一旦規定下去 所有的人 都不可以接受他供應 這是惡性的 還有一種是 為了保護這個 這個佛教徒 這個叫做學家結合 學家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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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學就是有學 就是有一些在家 就是 證了出國 證了二國 證了三國 他還是在家的人 他在佛法中得到很大的受用 所以他很能捨 他知道 布施这个生团有大德功能 所以他把他 他能舍的都舍了 但是这个学家 他有家的 他是在家人 他挣得出国 他的太太没有挣出国 他的儿子没有挣出国 那你那么能舍 那你太太儿子会讲话 你把钱都舍了 那他太太儿子 吃的没那么好 但是他还能舍 那这种人也要保护他 因为他只要看到出家人 他就舍 而且甚至他自己没有得吃 他都能舍 可是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佛陀师大有一年发生饥荒 那大家都拖不到锅 那这个人有钱 那大家都去他那里拖不住 他有钱 而且他又能舍 重点是他能舍 因为他挣得出国 他能舍 结果所有的人知道 他那个地方有得吃 大家都去他那里 结果没有多久 他就变穷了 因为他能给嘛 可是因为他能给 大家都去找他 所以就把他 把他给吃垮了 那么他的太太就一直抱怨 他的儿子抱怨 每天连走越年级也抱怨 你看这个出家 你怎样怎样怎样 所以后来这样的话 生团也会制定规矩 以后 以后不可以去接受他的供应 要保护他 因为他什么都能给你 你大家都去 他还有家要养啊 所以你要保护这个人 那么一种就是他很穷啊 你要保护他 不能就让他共养 一种就是只能有多少人 还是如果他在他的能力放围里面 他讲到共养了 那你不能让他不共养 这样他会很难过 那怎么样 一次每一天一次 看他的情况 比如说只能有三个人 或五个人 或十个人去他家共养 超过十个的都不能去 那要先讲好 今天有几个要去给他共养 那还是给他学会不好 但是 让他欢喜 但是不能够超过他的负荷 那么这个叫做学家责义 那这个是 这个是恶性的 就是说他不公信 就算他再有钱 都不能接受他的供养 就是因为印钱不是吃的而已 或是衣服 饮食 卧席这种 那么 这个是在家人 他也有自由 就是犯了比较严重的话 好 那在这里讲到 只要 犯了这四重界 就是破坏失去了沙门的体系 就是 你就不再具有出家的身份了 而且这辈子都不能再重复受限 就是你已经犯了 你就不能再受限了 你不能再成为比丘比丘女 失去了沙门 出家人的资格 他是自动失去 那么沙门是犯以 意义为勤洗 就是勤修 一般我们说勤修戒定位 息灭贪生之 那这里说勤修道法 息除恶行 是一样的 如犯了这四重界 虽然出家 已完全失去出家的资格 佛制的身团中 如果有人犯重罪 就逐出身团 驱逐出身团 叫做灭病 取消他的出家资格 不但不是比丘 连沙门也不是 那么犯重的 就会堕落 会堕落三二道的 不过如犯炎而当下发觉 生起极大的惭愧 恳求不离身口 能许做沙门 那这个叫做学悔沙门 一般来讲是不通忏悔 不通忏悔不是说叫你不要忏悔 你还是要忏悔 但是忏悔后呢 你还是不能做出家资格 但是有一种例外 就是你犯了之后 你马上忏悔 那你希望留在身团里面 休息就叫做学悔沙门 那么你还是可以出家 你还是可以过出家的生活 但是你就做学悔沙门 那这样 所以他讲 受辞比丘界 能许做沙门 但是受辞比丘界 你还是要照比丘界的这样来写 但是你是学悔沙门 不过无论如何 现身是不会得到神圣 那一般来讲 你只要犯了失重症 就是胀道 这样这一生沉道 那下一生呢 有可能 就是你在努力休学的话 就是至少你这一生是不会沉道的 就好像你这个病很重 你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你摔一段骨头 那这个骨头很重 你这个半年就不会好了 就像这样 那因为我们 我们现在的一个寿命 大概就只有多少岁而已 那你犯了这么重的罪 那么这一生 基本上要修道 要证道 是比较难 就是你这个病很严重 那在这么短的期间 因为很难医的 就是你要带着这个病 那基本上你如果犯了重罪 你这一生你要得解脱 就不可能 但是虽然是这样 那么你还是要 你这一生不可能 你这一生努力休 那么罪战 你下一生还是可以得解脱 还是要努力 还是要忏悖 就算有犯 依然要忏悖 那这个是就 这个四中戒来讲 余戒轻莫重 犯者勿复长 出罪还迁戒不悔的安乐 其他的除了是侍重戒之外 这个叫不通畅悔 其他的都是可悔的 可以畅悔 从生产以下 除了不通不准畅悔 他不是不准畅悔 他还是要畅悔 但是意思是说 你畅悔了之后 你还是不能恢复宇丘的身份 宇丘你的身份 是这样子的 就是不能 你要畅悔 但是你不能留在身体里面 那一般的就是你畅悔之后 你可以好像就可以恢复亲近 依然恢复你原来的身份 比较重的这些就是 他有一段时间 他会让你 那么你还是有比丘的身份 你一样可以脱钵起始 一样可以 一样可以 一样可以有 就是做比丘这样 比丘你这样 那比较重的 比较生产 他会有一定的时间 你这段时间会剥夺你的权利 但是你还是比丘比丘你 但是如果犯了重罪就没有了 所以他这个是不容许 忏悔过后可以继续留在身体 并不是说不容许你忏悔 就算你不能做比丘比丘你 你还是要忏悔 因为你没有忏悔你的最后加重 所以他是不容许忏悔后可以留在身体 那我们如果无恶而变成不容许忏悔 不是你一定要忏悔 那么犯了其余的戒 或是轻的或是重的 就除了这个失重罪之外 那么生血博士三 或者生草 那算是重的 都应该如法忏悔 轻跟重也有好多类 最重的只要自己身常会心 自己责备一番就可以了 比如說屠吉隆 衣服沒有穿好 這個座沒有座姿 站沒有站向 這些他們講話 那麼去到人家家裡 反正就是婚姻不好的 那麼這些基本上都是屠吉隆 就是清醉的 那這一些一般都是叫做折膝燦 自己心裡面哎呀我怎麼可以這樣 我以後不應該這樣 自己折悲一番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清淨了 叫做折心燦 那有的要像一個人 有的要像四個人 有的要像二十個人 有的要像所有的人燦 只要有人來你就要跟他講 某某大的我犯了什麼罪 我向你燦 要說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們犯了這個罪 是在這個僧團裡面的 那因為還有佛陀時代 那麼王舍城的鼻丘 守衛城的鼻丘 然後避舍離的鼻丘 他還是一個試驗一個試驗的 不一樣的 那你在這個試驗裡面 就要像這試驗所有的人 泛咒 比如說生產 那麼你要像這些試驗所有的人 都跟他唱歌 那初一十五宋約的時候 你就要出來講 那王舍城來的 或是避舍離來的 你在守衛城 那你發現 你王舍城來的 避舍離來的 大家都在同一起受見 那麼你都要跟他們講 某某人犯了什麼罪 然後向大家唱歌 那生產會給你處罰 那處罰完了之後 處罰完了之後 看情況 各式各樣的處罰 那處罰完了之後 就給你衝券 要二十個人以上同意 或是有所有的人同意 就是在二十個人裡面 最少在二十個人前面探罪 讓他所有的人同意 那要讓大家知道 都要跟大家 其實送件的時候 要跟大家全部 全部讓大家知道 那出罪的時候 基本上 就是 就是他有一個儀式 比如說至少二十個人 二十個人要唱歌 那真正要出罪的時候 大家都同意 讓你出罪 讓你恢復清靜 所以他過程還蠻複雜 蠻複雜 那因為這樣 所以一般人 不太敢犯 要做個罪 因為很麻煩 而且 你知道大家都知道 但是因為這樣 也比較警惕 刻骨銘心 但是在中國 比較少實行這樣的 這樣的界 那比較有些 比如說像政決軍社 比較強調界律的 他們基本上就比較會這樣 那其他的 就也蠻不容易這樣實行 好 那尤其是現在很多人都自己住 你要去跟著唱 沒有 一個人就出一間 或是一個人就外面租房子 之後 這種東西 所以就比較 比較麻煩 那其實生團應該就是大家一起 然後互相監督 相教相戒 好 所以他這裡講 親的就是自己生常會心就好 就是擇心慘 自己責備一番 有的要面對一個比丘 比如說你放了波音子 你就面對一個人 跟他講 那麼唱了過後就親近了 唱了過後就親近了 我剛才罵了誰 我剛才打了誰 嚴重的 二十位比丘 親近比丘 就是犯生常 因為波羅雨過去 再過來就是生常比較重 那麼才能出尊 出尊就是你才能夠唱尾 因唱尾過後得親近 總之是可以唱尾的 應該唱尾 那其實你就是犯了波羅雨 你也應該要唱尾 還是可以唱尾 但是唱尾過後不能再恢復 比丘的身分 其實是這樣 比丘你的身分 這裡有一個要點就是犯戒者 切勿附場自己的罪過 叫做發怒 唱尾意思是祈求容忍 一般叫唱尾 那如果我們從中文的唱尾意思來講 唱就是唱醉 悔就是悔過 悔不再做 一般叫做唱其前線 悔不再做 那唱尾就是祈求容忍 就是你不再造作這樣的惡業了 那這裡講的是所謂的 他說 唱尾基本上是把自己的過失說出來 所以佛制的這個唱尾就是要先說 某某人在什麼時候犯了什麼樣的過失 那麼我像大德唱尾 如果是一個人就死跟一個人 那如果是很多人 我像大眾師唱尾 就像這樣 那一般現在因為現在的人 比較沒有這種機制 一般若是像佛唱尾 也沒有人知道 但是還是像佛唱尾 所以大聖裡面有所謂的 像佛唱尾 那麼即使犯了重罪 像佛唱尾 然後唱到見光 見佛像好 那麼有像好 或是做夢 夢到像好 那麼這樣就代表你唱尾心境 有這樣的救濟法 就是說 因為有些人就是起了煩惱犯了重罪 那麼你叫他不通唱尾 他也很難過 他這一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那麼這樣對他來講 修道也是很大的障礙 所以還是給他一個 一個可以唱尾的方法 讓他唱尾 那如果在聲紋裡面 基本上還是要唱尾 但是沒有辦法唱尾後 就得清醒 沒辦法 所以他這裡講 把自己的過失發露出來 祈求大眾的原料寬恕 如放戒而又怕人知道 故意隱藏在心裡 這個就沒辦法清醒了 這個有點像我們說的尾疾技衣 你有病不怕人家知道 結果病越來越重 傷害來自你自己 就像這樣 我們先下課 休息時間